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神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22日,星期四 東北鬼后風正影響華南沿岸 同時廣東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 在我們附近有個風 位於西北太平洋,有個熱帶低氣壓 集結在鹿兒島東南約920公里 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 大致會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今天天氣雨傘大指天程 最高氣氛約32度 吹和換夜偏東風 初時離岸風勢清淨 今天最高自外線指數大概是9,強到屬於甚高 好啊,今天的新聞 我們看到空街的女人都有些爭執 女人打架,扯頭髮 肥婆出手,最後肥婆就扣在這裡 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呢 之前已經有對女人在奪命剪刀腳 有下集 她的小三大婆就兒子一堂 在街上當街拉扯 男人真是這麼容易響起齊人之腹 稍後看看內情 政府專家顧問 打4針是確診的 確診數字是5,687 差不多 跟昨天也是5,000左右 9人死亡 還有消息指,有猴鬥針打了 WOW,是不是? 保護了 另外14歲的罪蛙給兩個男人輪姦 兩個男人判囚9年 這件事很厲害 另外28歲的警察在中環偷拍裙底 涉及10項罪名 怎樣玩到10項罪名呢 稍後看看什麼事 先說什麼呢 昨天跑馬 突發消息 莫雷拉因拉雙救患問題 即時不接受馬會拆騎拼約 星期日又沒有雷神 昨天宣佈的,立即跟大家說 另外先說喉鬥針 喉鬥針,你說我打齊4針 好像專家顧問那樣 不知道你要不要打齊鬥針 喉鬥,在10月5日 接下來展開疫苗的接種計劃 同月3日起就可以預約 那些高暴露風險的員工接種疫苗 也有一些高風險人士 目標人士,只是志願形式 現在我們的疫苗都是志願形式 那它有什麼叫高風險呢 例如多名性伴侶,性工作者 過去12個月傳染性病歷史 感染史 負責照顧猴鬥確診病人 醫護人員,處理動物傳染 斗病毒的實驗室人員 這些都是高危 他建議打兩針 如果你打了4針 再弄多兩針猴鬥,你的身體會有6針 不過不要緊,因為我看我媽給我一張針 我本身是小嬰兒的時候 已經打了很多針 這個就有新東西了 接下來就打猴鬥 大家先講講其他新聞吧 疫情橫行,5,687宗 衛生署說疫情要回穩 有空間就是檢視防疫措施 即是我們這些新聞很有記性 現在5,687宗衛生署說疫情要回穩 上次2,000多,3,000多的時候 他們說 都是四位數字的水平 現在不能說這些叫緩和疫情 反而低的數字就不能夠他換 現在不知是趕著開關 現在說穩陣,回穩的跡象 其實你看那個數字 他當時這樣看 跟他當時的政策有些關係 看到學校又少了 不過千,760宗 但其實剛剛學校驗的時候 是百多宗一天 現在是700多 你說回穩就回穩 當中涉及647個學生 就是113個教職員 大家要小心一點 看到在死亡當中有9個死者 7個人還沒打齊三針 4個打齊三針 說回死者是七男兩女 年齡介乎66至92歲 死者當中7人還沒打齊三針 我計錯了 對不起,是2個打齊三針 7個還沒打齊三針 現在新聞有時有時有些字都寫錯 讀到這樣 沒有,這些可能沒太多人看 那個要教對的那些 他寫做得不太好 有時字都不太通訊 不好意思 說到有個2歲的確診男童 仍然情況危態 需要插喉及使用呼吸機 由於患者高病毒量引起併發症 所以跟接種第一針是無關的 之前有個小孩打了一針後就危態 他就是有高病毒量 所以你不要說他是關打針事的意思 接下來疫情就回運 李家超就答應我們積極研究改變入境檢疫要求 亦是持續更新疫情的數據 持續更新疫情數據我更新了幾年 說入境要求究竟有什麼新東西 暫時就沒看到 真的沒看到 但他強調接種三劑疫苗依然是有效的 依然有效 不要緊 三劑是有效 四劑有沒有效 打了四針疫苗 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確診 他挺健碩的 他年紀又斑白 但喜歡捲起手臂給傳媒拍 我打了一針 好像是蘇打針但肯定是超過的 這是健康的手臂 我用快速測試棒撩喉嚨發現是陽性 有些人會說 不再不要這樣說新聞 人家也有防重症不防感染 我知道 即是說打了四針也是會中招 他現在中招之後 我告訴你病情輕微 有少量痰和輕微喉嚨痛 多次避抗快測 就呈陰性 但結果不實 所以用快測再撩喉嚨 最終被他撩到陽性 他很健碩 經常都是小老鼠的 這個劉宇龍 早上接受電台訪問 聲線沒有異樣 但據了解他昨晚出席了一個 叫幼兒接種新冠疫苗安全成效的網上講座 透露近期有確診 接種了四針 近日身邊人也有染疫 自己有輕微的病徵 你不就去撩一撩他 那沒事的 他就繼續宣傳幼兒版復必泰 電台訪問 應該都是熱電話訪問吧 你說確診又成成 那就不要緊 沒事的 但有些人說 兩歲的男童有網上發文指新冠疫苗 在小孩子身上會產生細胞因子風暴引致死亡 他批評這些人在網上散布一些 此事而非的證據及不盡不實的消息 他宣傳自己的觀點 他解釋男童病毒略不本身是高的 拼發腦炎 而且腦暴創傷嚴重情況危殆 只有關言論是在家屬的傷口灑鹽 不清楚究竟他是怎樣會這樣 我又不是專家 純粹說兩邊在爭辯 但專家說你們說 那些小孩子打針會引致細胞因子風暴 劉宇龍就說 這些在家屬傷口灑鹽 簡直就不要亂說了 但葉劉打了四針 說他很健康 說他抗體維持過慢水平 近兩年一般雙風咳也減少了 總之有人打四針就中了一招 有人打四針就沒有中招 有人沒有打針也沒有中招 這樣就跟大家說 不用這麼質疑 上網看多點消息 兩位政府專家都先後確診 社交距離繼續延到10月5日 即是去到打喉頭針那天 社交距離是沒有改變的 那麼 先看看 因為這些確診的情況 新聞看到Party Room 你也知道 安心出行那些 如果你不掃就很大 有6個男女沒有掃安心出行 被罰錢 票控 20歲的負責人也被捕 全灣警區反三峽會 又做過雷霆2022的行動 拘捕人罰款 都挺貴的 5000元 比迪士尼還貴 迪士尼現在加價 加價就說有些特別票價的收費 應該會涵蓋聖誕節 成人票價是759元 加了8.6% 700多元 本身指定日子票價是699元 現在是759元 也算是很貴 總之你生子女帶她去迪士尼 如果你有兩個 4個加起來 3千多元 只說入場就 嘩 所以養個小朋友也有很多錢 還要帶老婆 這樣 所以就自己想 不過你一家四口去迪士尼 三千多元也不夠 給一張五千元罰款 其實大家的錢也算不錯 見勢 如果這樣比較下去 好 先說說八婆 上次的奪命剪刀腳 MMA在西環 出軌的男人又再次曝光 這次一拖二 小三死前不休 原配說 你結束了好不好 哇 真是的 這男人吃了這種女人 看到一段影片 兩條女人在西環的哥連神街路邊 前鬥之前就奪命剪刀腳 鉗住 有黃三的女人就說 搶我老公 再有新片流出 逐集的 男人在街邊鐵欄一拖二 右手拖著正印 左手拖著小三 男子表現十分無奈 期間大婆就怒罵小三 你不要再煩著我們夫妻 拉走的男人又強調 你們的關係已經結束了 他要離開情慾 情慾 嘩 真是 很普通 扎一條鞭子 原配就短頭髮成一個哆啦格屎 小三仍然對男子死前拉扯 不斷叫不要抓啊 不要抓啊 行為惹來網民的鬧爆 大家一定是幫這個原配 因為小三搶銀家庭 他真的要當然要不斷地判斷 但他們的事情都是 上網也會有續集的 男子無奈回應說,快去休息吧,不然怎麼辦呢 橙衣的小三表示,我也不知道怎樣 男人又說,你不知道怎樣,你快去休息吧,你要說的說了 男三個女人再拉走老公的強調,你們的關係完了,他要離開一些情慾 男子負責說,是呀,照完就散,大家有情慾關係 總之都麻煩了,認識女人不要瘋身 網民說,大家都不知道醜,小三真的厲害,還可以在街上嚇一跳 在大婆婆面前,這些男人真是 玩到,爛屎爛尿,正所謂的,周身騷周屎 不懂得玩,沒學人玩 怎會說大婆和小三在街上見到還要拉扯?大婆算是這樣 剪刀剪完,人家這次沒事 這次沒有打架,很冷靜處理 但另外,屯門新虛街市又打架了 一個肥婆和一個女人打到附近的工人不穿衣服,幫忙拉住也有 互相扯頭髮,大激戰 昨天下午四點,兩個女人在屯門新虛街市門口打架 先口角,繼而動武,大打出手,扯頭髮你拉我拉你 仿如上演街頭的綜合格鬥技 最終雙方打到很難的 肥婆最後拔人,好像很猛烈的那個 怎知道被人先扯掉 只要這麼近身,一踢腳就躺下 現場是新虛何旁街 180號屯門新虛街市門外,兩個女人大打出手 扯頭髮叉頸,混亂期間的肥婆是很難的 但是依然扯著對方的頭髮不放 大家鬥扯頭髮,女人打架扯頭髮 三個男街坊上前勸,拔開他們 不要打,打到沒有看 警察來到兩個人都被抓 其間一個女人上前勸了 哇,扯到地上圍下大束頭髮屍,扯掉 真的,這些是更加大力扯的頭髮 打了一分四十九秒 分幾兩分鐘就搞出人命 那些不夠狼死,狼死的扯得更金 這些原來是一個50歲的菜檔職員 一個54歲的客人,你有沒有搞錯呢? 街市買菜,搞到打架打到混蛋也有的 那些真的,香港用不用啊? 另外再說說一些慘事 洪水橋兩個村屋起火,波及鄰近的車房 三隻堂狗慘死,真可憐 凌晨1點洪水橋紅屋村一間村屋突然起火 火勢相當猛烈 消防接報趕至開動兩條喉的灌溝 那之後就關火了 發現三隻堂狗就燒死了,真可憐 原來村屋有僭建部分 自養沙皮狗的狗牆 買到外國每隻都賺萬多元 養幾隻狗,不算開狗牆吧? 屋主說,有幾隻狗 火警燒死三隻狗,不是我養的 我養的那些還在 狗牆那些反而沒事 有三隻狗就燒死了,真可憐 這些是火警的事,大家都不想 另外一宗很離奇的車禍 大部私家車被人在後面撞樓 在燈位置,一下子撞過來的 的士,我一想一想一想 罵的士,的士人死了 的士撞在私家車上,然後撞人的士,司機死了 他說,昨晚8點,一個的士駛到大埔寶瓦路和泰和路交界燈位 收制不及,就把黑色私家車放在那裡 那些私家車司機走後面看看你什麼事 一開門還暈了 報警吧 救護車送的士司機到娜達蘇醫院,證實他是死亡的 死亡的的士司機51歲 被撞私家車司機60歲 現場消息就是燈位停在那裡 無端端的 私家車還塞住12歲的乘客 無端端的士在後面撞過來 為什麼撞我,原來他已經死了 這樣也有,真可憐 究竟是什麼事呢 當然要驗屍確定死因 有人如果目擊到的情況 意外又說要打電話去3661-3800 跟這個調查人員聯絡 你是否知內情呢 另外說了這些車的新聞 西區有私家車被仇家追撞 又是撞,失控就被撞上行人路 司機汽車逃走,被斬傷一雙腳 哇,這些香港真的很混亂啊 昨天晚上11點 私家車在堅尼地城海旁開著 去到泳池對開 被另一輛私家車突然追撞 雙方追逐 追逐,追撞 真是碰碰車 晚上11點都未到凌晨時分 街上也有些人 撞到呢 撞到呢 撞到路邊花槽才停 車頭又受損 50歲的司機見到這樣 你說,你追殺我當然要下車走 兩個惡漢拿著刀追著他來斬 那個男司機 走臂不及雙腳被斬傷 但斬到我也還要走 斬傷了也要走 不走,斬頭也得了 一度在這個欄杆 斬刀對腳也還要斬 可見那刀應該不是太傷 走到碑路炸彎公園避 兩個刀手繼續追 得手後登車就走了 斬到人 現場為下一條大血路 事件不排除和黑幫活動 男事主因為被仇家追斬有關 案件暫時未有人被捕 香港的真是 多亂 警察在元朗打擊三合會 拘捕了八男兩女通緝犯 樓上巴要停業14天 拘捕了10個通緝犯 八男兩女通緝犯 另外三人違反防疫票控 區內一間桌球室 一間酒吧 因為違反防疫令 要兩個禮拜停業 這樣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通緝犯 我猜那麼大量可能沒有交罰款 那種吧 我猜而已 未必是 另外要說一說 哇 跨部門 機場三跑地盤 反罪惡行動 又拘捕了一個通緝犯 這麼多通緝犯 這個37歲的通緝男子 已經帶去警署調查 看看有什麼新聞 28歲休班警中環站偷拍裙底 被控10條罪 今天提堂 男警今年5月在中環站偷拍裙底 10項非法拍攝及觀察私密部位罪 應該看了很多個 有10條罪 他28歲偷拍了29歲女子的裙底 被人拘捕了 他今天會在法院 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會怎樣呢 晚一點 可能有新聞再出來 有些色情的事情 這件事是恐怖的 14歲的小妹喝醉酒 在住所被兩個男人淪姦 事主事發三年 不敢回家 兩個男人重囚九年 這兩個男人 送一名喝醉紛紛的14歲少女回家 少女的男朋友 就外出賣飲 我記得這件事 黑社會那件事 他說那兩個二叔所謂 兒子外出賣飲 趁你兒子外出賣飲 就輪姦你女兒 男朋友時候聽到一個少女投訴 我給你兩個朋友 強姦 輪姦 她回覆就說 沒辦法 那兩個是二叔 怎樣是二叔 你老爸的弟弟 二氣過二啊 那些報紙寫 一二個二啊 又是一二個二啊 你有沒有看煩氣攻心 二氣過二啊 二叔是 代表是那些 我大哥的同門 和我大哥的同輩 這些叫二叔 不是一二個二啊 這兩個是二叔 沒辦法 這樣沒辦法 那兩位二叔 早前經過審訊之後 裁定強姦罪名成立 在昨天高等法院判刑 兩個男人被判 我講這麼多強姦新聞 九年算是很重的 即是長時間 庭上透露事主創傷的報告 就說她在家裡睡覺了 那個睡床發生 事發就是三年前 這三年都不敢回家 法官判刑事就說 加了 有如每個人的安全島 本案的案發地點 在她家裡更加是家營的因素 這兩位二叔有多大呢 年紀 22歲的姓鄭的倉務員 和21歲姓袁的學生 各被裁定一項強姦罪名成立 2019年4月16日 在天水圍分別強姦14歲的少女 兩名被告案發時是18歲的 法官就說 女事主 現在就18歲了 因為那時候只有14歲 過去幾年飽受煎熬 當時她和爺爺住 案發地點在睡房的床 每次看到睡床都想起這些痛苦的回憶 所以案發之後都不敢回家 即使要回去探望爺爺 也叫爺爺到樓下和他見面 之後就安排在宿舍裡住 更加感到是孤單 受到極大的傷痛又感到憤怒而無助 真是慘了 那個情緒相當複雜 說輪間都沒有用避孕套 這也是家營的因素 這兩個人真的 男朋友都沒有用了 跟著黑社會之後又說 不可以的 那兩個人是義氣過義的阿叔 這樣 真是 男朋友聽過投訴之後 猜到次被告做過些什麼 我也猜到的 不過沒辦法 這些是廢柴的 勾二嫂為之 都是他們那些什麼會的大忌 又說要這樣又說要這樣 他們會是靈人的 吃屎吧 現在法庭給了一個審訊 就是拘捕了他們要坐牢九年 剛才說完警察有一宗案件 又有一宗是涉及貪污的 貪污的督察被停發 退休金和長逢 政府追回已給的440萬是勝訴的 他曾經涉收黑幫利益最終判 罪名不成立的前警務人員 叫林達明 他接受紀律聆訊期間退休 遭政府停發退休金和長逢 他提出的覆核一度成功獲發440萬個款項 但後來政府又上訴得席 亦向他追討以發的款項 他又再提覆核 上年被裁定又敗訴 律政司申請以簡易判決方式 要求聆訊官裁定向林追討 已給了的440萬 這些真是慘 他首先 他一個收取利益 他被判罪名不成立 退休了 政府要給我退休金 誰知道再問你拿回那個慘 你真是慘過死 這個叫做迴避損失心理 你沒有得到過 你是沒有那麼痛苦的 你拿了這440萬個退休金之後再問你拿回 你是挺痛苦的 我告訴你 加重了一個痛苦的 這件事也挺可憐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上網 大家再研究吧 貪污警員 可以搜尋這件事 另外有個少年因為喝了酒吸毒欠債 他說答應收錢向人臨腐蝕性液體 不過就燒傷自己 那又怎樣 再坐8年牢 嘩 這8年你真是不值了 其實你欠人12000元 他答應一個在酒吧遇見的男子 幫這個男人拿一瓶腐蝕性液體 就向一個少年不相識的陌生人臨通渠水 你真是無惡不作 你欠人的錢是12000元 很少錢而已 那別人尋仇關你什麼事 你可以把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弄傷 這個罪名也是很大 法官判刑說被告向陌生人行兇 有計劃行事 事主的生活因而被毀 判他入獄8年 那他臨是臨到哪裡呢 是不是臨到臉呢 他就是這樣的 他說他17歲的被告 這麼年輕 當時17歲 說2021年3月20日 九龍城外賣店出面 向一個44歲的男子 看他的名字應該是南亞裔的 臨流孫達到81%的腐脈 令他身體81%受創 嘩這些真是很嚴重 很嚴重 被告因為涉毒品的案件 曾經被判入獄4個月 此外他又患有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 所以 後來被告 開始扭開瓶 扭不到 向事主判了3、4 然後他自己也中了一招 自己也辣到 然後就說這些是通渠水 通渠水說 劉酸龍到達81% 很厲害 為了1萬多元 換來8年的監禁 8年 當你1萬元一個月 找到 不可能1萬元 這麼少 一個男人出來工作 一年也12萬 8年也96萬 所以千萬不要犯法 否則很容易會有這些情況 今天新聞到這裡 謝謝 拜拜